大家好,我是雷翅风机小吴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雷翅探索者风机 雷翅探索者风机采用变频直接驱动 取代了原有的皮带轮帧速技术 另外我们设计的时候将风机的变明器与电机一体化 减少了我们在安装时候电控箱的一个占用的空间 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的雷翅探索者风机采用隔热设计 我们特殊的隔热设计可以确保我们吸入200摄氏度的空气 仍然无忧地运行 另一方面,直连传动的风机我们不用再担心 频繁启动对风机寿命的一个影响 其次,我们的风机在寿命方面 它对比传统的这种皮带式的风机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就是不需要再更换皮带 故障率更低 另外性能方面的话呢 我们经过流体力学的一个再次优化 我们从雷翅超级风机的70%的效率提升到我们现在的85% 这就意味着我们新款的7.5千瓦探索者风机 就可以取代老款的超级风机11千瓦 那老款的超级风机7.5千瓦可以取代三台这个测流式风机 那么这一台探索者风机就可以取代四台 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可以节约更多的一个能源 那么从数据上面看呢 传统的高压风机流量7.5千瓦的流量只有530立方米每分钟 压力30千帕 那么我们的超级风机7.5千瓦流量只有1444立方米 压力25千帕 相当于传统的高压风机的三倍 那么我们探索者的风机风量是多少呢 我们探索者风机7.5千瓦的风量高达1800立方米每小时 相当于传统高压风机的3.5倍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超级风机提供了更多的这个风量 另外压力的话呢它也是可以达到30千帕 我们目前的探索者风机在驱动风刀这一块 我们最长的话我们是可以驱动4米长的一个风刀 甚至更长 那么我们一般雷次超级风机皮带式的话 我们一般是驱动2.2米到2.5米 那么传统的高压风机 那它的要达到我们同样的效果 它只能驱动一只600毫米左右的一个风刀 所以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们配备了这个高精度的过滤空气系统 那么这款的过滤空气系统呢 它是有我们专用的这个压叉剂 当过滤器在堵塞的时候呢 我们的压叉剂的这个压力会上升 提醒我们的用户需要清理或者更换过滤器 保证我们风机的正常的运行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款雷次探索者风机的详细介绍 更多资讯请关注屏幕下方欧维码 或者致电雷次官方客服热线 我们将进行